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就是加工肉制品 包括一些冷藏冷冻肉制品 所以会经常的大量的收购生猪 也就是活着的猪 所以向四海集团供应生猪的商户特别的多 既有大型的养殖场 也有私人养的 甚至还有倒买倒卖的商户 四海集团在当年收猪结账的时间是清晨五点半 因为在那时候收猪得需要大量的现金结账 银行开门时间又晚 所以四海集团每当收猪的前一天晚上 都会让会计事先从银行把钱给提出来 放在自己厂区的金库里面 第二天清晨呢 再由出纳人员从金库里提取到办公室 然后开始给大伙结账 咱们不老说一句话吗 拿钱不积极 脑壳有问题呀 所以每回出纳人员赶过来之前 办公室门前就已经挤满了 等待领钱的这些商户商贩 其实用咱们现在的眼光来看 当时的这种方式方法 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但在当年的那个技术条件 社会环境来说 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你不像现在 还用来这领钱来 直接支付宝转账 微信转账 银行卡转账 那不都行吗 其实这事呢 也得一分为二啊 一方面 直接发现金有安全隐患 另一方面 其实有这么多人 都等着在那领现钱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也是安全保障 你想啊 都是领钱的 谁要是在这抢钱 那不就等于抢这些商户的钱吗 这些贩卖生猪的 车上身上难免带着一些刀具啊 各种各样的工具啊 就算是真有人把钱抢到手了 那这些商户能放你走吗 你这犯罪团伙能有几个人呢 这商户乌泱泱的一大片 那一人吐口唾沫也能咽个半死啊 哎 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往往越不可能发生的事 它还真就能发生 这十二月一号 清晨五点多 这不又赶上四海集团收猪吗 前来卖猪的呀 在凌晨五点之前 就把猪都卸完了 大伙呢 拿着票具站在办公室门口高高兴兴的等着领钱 出纳是两个人都三十多岁 一个叫曾文 一个叫小英 这俩姑娘呢 提着一大包钱 一边说说笑笑的 一边啊 从旁边的金库就走了出来 来到了办公室大门这儿 小英拿着钥匙正准备打开防盗门 这曾文呢 拎着庄前的那个大包就在后边等着 突然啪的一声 小英根本就想不到这是枪声啊 不过这么大声音 小英还是吓了一跳一机灵 回头这么一看 哎呦 发现曾文已经躺在地上 脸色很痛苦 目光极其的惊恐 正在看着小英呢 就看见呢 有一个身影 提起庄前的那包 飞快的就消失在门口了 小英这才反应过来 这是在抢劫呢呀 这是杀人呢 小英吓得哗啦一声 就叫了出来 屋外边的人 听见枪声之后 当时也都没反应过来 是有人开枪 但听到小英的叫声 又看见一个头戴沾帽的男的 从里边拎着一包给跑出来了 等这男的已经跑得挺远了 大伙这才明白过来 哎呦 坏事了 有人抢钱 大家伙都在等着领钱呢呀 眼瞅着歹徒就这么把自己的钱抢走了 那不能甘心呐 好几个人哪 从车里边就抽出来了杀猪刀 可就追了上去 就在这时候 歹徒身边又冒出来一个 带着摩托车头盔的同伙 俩人就跟咱们看那警匪片 枪战片似的 背靠背 在那站着向厂区外边挪动 大家已经追上来了呀 那个头戴沾帽的歹徒 举起手里边的枪 朝着天上一搂扳机 啪 又是一枪 追赶的人群 一下子停在原地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叫鸣枪警告 再低头看看自己手里边这家伙事 这不就杀猪刀吗 我这刀 哪有他的枪块呀 再说了子弹不长眼 你别说他故意打我 就是不小心走了火 也没准崩我身上来呀 大家只能眼巴巴的 看着两名歹徒 跑出场区 骑着摩托车 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咱们再来说那可怜的出纳 曾文 被送往医院之后 经抢救无效而死 出了这么大的事 警方早惊动了呀 警察来到现场的时候 经过仔细勘察 除了在办公室门口 找到一枚弹壳之外 其他的一无所获 根据目击者说 这两个歹徒啊 一个人戴着摩托车的头盔 另一个人呢 戴着一顶粘帽 这帽子也拉下来 把脸呢 裹得严严实实的 再加上十二月份 凌晨五点多 天还没亮呢 乌气抹黑的 什么也看不清楚 只知道这歹徒 拿着一把长枪 而接应这个歹徒的人呢 也有一把枪 拿着一把手枪 等于两名歹徒 有两把枪啊 过了不长时间 有人呢 就到了案发现场那儿 找警察 干嘛呢 发现了一顶帽子 是在离四海集团不远处的一个铁路口那儿发现的 哎 其中一个歹徒 那戴的就是这种粘帽啊 那会不会就是这一顶呢 不过再一琢磨 因为这种帽子在当地 在当年非常流行 连四海集团里边都好些个人戴着这样的帽子 这又不是在案发现场掉落的 你也没法确认 这是不是歹徒的帽子 所以想着用帽子找人 难度太大 民警呢 暂时就把这帽子搁置在一边 重点还是调查那枚弹壳 经过鉴定 这枚弹壳 是一枚制式子弹 由专门的军工厂生产制造 换句话来说 这是军品 而且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 打出这枚子弹的枪啊 还是一把军用步枪 这枪支弹药 在咱们国家的管控 是异常严格的 平常老百姓 根本接触不到枪支弹药 哪怕那种土理造 自制手枪 哪都轻易见不着 更别说 这是把军用步枪了呀 那歹徒究竟是什么人呢 难道有军方背景吗 案发之后啊 警方呢 也立刻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梳理 看看滋阳当地 以及四川省内 这些年来 有没有一些射枪案件 射枪案件有 但是涉及到军用枪支的 这还是第一桩呢 周边的部队 经过调查 也没有枪支丢失的情况 合法持有枪支的这些单位 公安啊 银行啊等等 也不存在管理上的疏忽 所以这起案子扑朔迷离 到底怎么回事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因为这军用枪支弹药的出现 让这起案子更加的扑朔迷离 当地啊 立刻把这起吃枪抢劫杀人案 上报给了四川省公安厅 省厅呢 也不敢大意 又立刻上报到了公安部 最后这起案件 直接升级为了不读案件 也就是由公安部亲自读办 这是级别最高的大案了呀 专案组也就地成立 专案组成员呢 先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大家就开始分析 凶手的作案时间 作案目标 非常准确 说明他对四海集团的工作安排 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初步的侦查方向 就确定在了四海集团内部 全场呢 一共是414名员工 对这414名员工都进行了排查 过了一轮筛子之后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内部人没有问题 那还有什么人 跟四海集团关系密切呢 那就剩下这些猪贩子了呀 但是四海集团 两年多以来 接触的猪贩子 有上万人 还不光是滋阳当地的 四川省内哪哪都有 周边省份也有很多 而且 即使猪贩子知道 四海集团的情况了 知道这个集团很有实力 知道这个集团什么时候 拿现金结账 那他也有可能告诉身边的人呢 身边的人再告诉他们身边的人呢 口口相传呢 一传十十传百呀 那可多了去了 要是按照这个思路去调查 那就等于是大海捞针 就在这时候啊 警方得到一个重要线索 当地呢 有一个抢劫团伙 这抢劫团伙的头目 叫傅燕昌 为什么怀疑傅燕昌 因为四海集团在滋阳 那是数一数二的大集团 大企业 这傅燕昌曾经夸下海口 放出风去了 说我要抢劫他们的金库 那这案子会不会就是傅燕昌干的呢 警方啊 立刻出动了大量的警力 经过细致的侦查 一局打掉了傅燕昌犯罪团伙 不查不知道 一插下一跳 就傅燕昌团伙 那是威非作歹 审讯的时候 傅燕昌也承认 我是打算抢劫四海集团 我都准备好了 马上就要动手了 可是还没等我动手呢 我就听说四海集团 已经被别人给抢了 也就是说 在四海集团的这个事情上 傅燕昌就是吹了吹牛 也做了准备啊 也想了想 可就是没实施 经过调查 确认傅燕昌没有说谎 这起案子不是他犯下的 不过除了这起案件之外 这个犯罪团伙 涉嫌多起抢劫案 傅燕昌团伙也就此 被一网打尽 这是后话了 那不是他们干的 还能是谁干的呢 直接找人 看来这是找不着了 于是调查重点 再次回到了那枚弹壳上 以及枪支来源上 接下来就寄希望于 以枪找人了 这一回啊 调查范围 也不再局限在滋阳 以及四川省 而是放眼全国 果然 经过公安部调查之后得知 2002年8月份 在陕西省凤县 一个铁路隧道口的港亭里 曾经发生了一起夺枪案 8月30号这天 有一名武警战士 曹建强 独自在港亭里面站港 结果头部遭到枪击 当场牺牲 直到战友 到了点来换港的时候 才发现 而周围呢 没有任何变化 唯一不见的 就是曹建强的军用步枪 2002年8月份 这跟四海集团 结杀案 是同一年 前后就差了三个来月 那这凶手 会是同一伙人吗 但是啊 因为奉献这起夺枪案 发生的地方 太偏僻了 案发现场 也没留下任何的痕迹物证 尽管案发之后 当地投入大量警力 进行侦查 但这么长时间 一点进展也没有 眼瞅着 就要成一桩悬案了 哪怕枪支来源弄清楚了 但是对于嫌疑人 还是一无所知啊 这两件事情 有没有关联 或者换句话说 有关联又如何呢 无非就是多了一起案件吗 哪怕并案侦查 那是俩无头案 团一块 那还是无头案呢 案件侦查工作 一天天的推进下去 但是始终没有眉目 一直到了2005年 也就是这起案件 发生三年之后 专案组无奈之下解散了 所有和本案相关的档案 以及物证 全部封存 物证啊 包括15本卷宗 一枚蛋壳 蛋头 还有那顶旧毡帽 在这起案件 后续的侦破过程之中 有一位民警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滋阳市公安局民警小王 负责保管所有的物证 当他接到那顶旧毡帽的时候 他就感觉 作为本案仅仅存的两件直接物证之一 这顶旧毡帽会成为破案关键 随后的几年里 每隔一段时间 小王呢就会到物证室看看 每回都小心翼翼的戴着白手套 他怕什么呢 怕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毡帽会不会发霉啊 会不会受到污染呢 在他保护之下 一年又一年 但这顶毡帽还跟当年一样 保持着原本的样子 一转眼的时间 十一年就过去了 到了二零一三年初 滋阳市决定重新启动 当年的这起命案 而这一次 调查的主要方向 就是这顶毡帽 随后滋阳警方 把这顶旧毡帽 送到了国内技术 最先进的检验机构 过了一段时间 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传了回来 在这顶旧毡帽上啊 技术人员呢 成功的提取到了脱落细胞 就正常掉的头发呀 掉的头皮呀 在这脱落细胞上 提取到了DNA 随后在全国数据库 进行比对 还真就比重了 比重了一个47岁的人 叫梁开武 家住四川滋阳市 同家镇武通村 再一查这梁开武 这梁开武啊 在2001年 就因为盗窃 被抓住了一次 但是在指认现场的时候 被他给逃脱了 01年 也就是 陕西奉献夺枪案 和四海集团抢劫案 发生的前一年 一个小偷 会是持枪杀人的歹徒吗 上期节目 咱们提到了 在那顶旧毡帽上面 技术人员呢 提取到了DNA 在全国数据库 进行比对 比重了一个 滋阳市同家镇武通村人 梁开武 这梁开武啊 早在2001年 因为盗窃 被抓了一回 不过指认现场的时候 被他跑了 现在就是逃犯 不过话说回来 一个小偷小摸的人 会是持枪杀人的歹徒吗 他之前 可没有过杀人抢劫的前科呀 这才过了一年 敢干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也只能确定 这顶毡帽是梁开武的 或者说梁开武戴过这顶毡帽 咱之前说过呀 这顶旧毡帽 是在离案发现场不远的 一个铁路口被发现的 不代表说 这毡帽就一定是犯罪嫌疑人 戴的那一顶 如果这梁开武人就是死不承认 你也拿他没办法 这该怎么办呢 警方啊 经过商量之后 还是决定先抓人再说 经过调查走访 警方在穗宁的一间出租屋里 将梁开武抓获 在审讯的时候 这梁开武呢 倒是交代了2001年盗窃案 和逃跑的事情 对于夺枪杀人抢劫的事 那是坚决不认啊 面对毡帽的事情 梁开武说了 帽子 那顶帽子 是我的 我记得是丢了 但是我忘了丢在哪了 你们从哪找着的 果不其然 这梁开武不承认去过四海集团 大家也拿他无可奈何呀 这时候 一个民警 打开梁开武的手机 进行查看 在相册里呀 发现了几张 自制枪支的图片 经过技术鉴定 这照片 还不是网上下载的 就是用他这手机拍摄的 民警就问他呀 这枪是哪的呀 你在哪见着 在哪拍的呀 梁开武说 我从小就喜欢枪 这是以前自己没事瞎做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早不知道丢哪去了 你们 要非说我私藏枪支 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我认了 太狡猾了呀 这还真是块硬骨头啊 该怎么啃他呢 办案人员 一边对他进行审讯 同时也派出一组警力 来到了梁开武的家里 和他的家人聊了起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还别说 审讯室里边没进展 可是 这一组民警 在梁开武的家里 取得了重要进展 梁开武的父亲说 梁开武呢 曾经在自己家的地窖里 藏了一个包裹 并且告诉家人 不能乱动 民警啊 赶紧跟着梁开武的父亲 来到了地窖 找到了那个包裹 打开这么一看 嘿 一包枪械呀 长枪短枪 什么都有啊 其中一把长枪 经过鉴定 正是四海集团 抢劫杀人案 所使用的枪支 同时 也是陕西凤县 牺牲武警 丢失的那支枪 现在是铁证如山了 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 梁开武 彻底交代了一切 2001年 因为盗窃被抓 梁开武在指认现场的时候 逃跑了 一路逃到了陕西凤县 和他的表弟石胜强 在当地呢 开了一家小饭馆 但是开饭馆 这是个辛苦活 经营不长时间 石胜强就觉得太辛苦了 起早贪黑的 虽然说挣钱挣的还可以吧 但毕竟挣的太慢了 哥 咱俩研究研究 干点什么挣快钱的事啊 俩都不是好人哪 臭味相投啊 梁开武就想 既然还是得干点挣钱快的活 那干点大买卖吧 偷偷摸摸的 可不是英雄好汉 他俩呀 虽然人在陕西 但是却把目标 定在了四川滋阳市 为什么 把目标锁定了滋养 因为梁开武原来有个朋友 是卖生猪的 有一回喝酒 这朋友呢 就跟大伙在那吹嘘四海集团 四海集团 每会收猪的时候 都是拎着一大包现金 那钱袋子沉大 女会计都提不动 我估计啊 少说得有个百八十万的 梁开武一听 可就上了心了 那么一大袋子钱 在你们眼前晃悠 就不怕被人给抢了 还怕什么怕呀 你以为那钱四海集团的呀 那是准备发给我们这些猪贩子的 换句话来说吧 那钱是我们的 门口都是猪贩子 人人都带着家伙 谁敢打这主意啊 梁开武 回去之后 可就反复的琢磨 朋友最后那一句话 是他决定抢枪的根本原因 因为不用枪 你拿个刀 拿个棍子 你可架不住人家 那么多的猪贩子呀 其实啊 梁开武之前 也有别的枪 但他就总感觉威力不够 再者说了 枪少了也不行 我跟我兄弟一块去 最起码得一人一把呀 光我拿一把 那我弟弟交在那怎么办呢 2002年8月29号晚上 梁开武和石胜强 悄悄的潜伏到了 那个铁路隧道港亭不远的地方 在这期间 石胜强因为害怕 事先离开了 梁开武啊 一直藏到了8月30号 将近凌晨一点 隧道里边呢 正好开过来一列火车 火车声音大呀 低了光浪的 趁着这火车的声音 他呀摸着嗨 到了港亭下面 透过窗户 一枪就打倒了 站岗的武警战士 捡起枪之后 就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他打武警战士的那把枪啊 就是咱们节目一开始 说的这两个歹徒 其中之一 不是拿手枪的吗 就那把枪 事后啊 这梁开武把这长枪 就埋在不远处的山上 若无其事的返回饭店 跟石胜强把这饭馆又开了一个月 才把这枪挖出来 带着枪离开陕西 到了滋养 又一个多月之后 俩人在四海集团 犯下杀人抢劫大案 梁开武交代之后 很快石胜强也被顺利抓捕 最终啊 石胜强被判处无期徒刑 梁开武被判处死刑 梁开武呢 是2015年6月11号 被执行枪决的 从05年7月1号起 死刑的执行方式改为了注射 所以这梁开武 最终吃的还是铜头花生米 梁开武呢 也是滋养市最后一个执行枪决的死刑犯 行了 这个案子给您讲到这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今天咱们来说一桩杀夫抛尸案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 有一个水库 这水库呢 叫八一桥电站水库 2018年7月1号早上 水库的工作人员呢 照例来到水库边观察水位 工作人员呢 就沿着这水库边 慢慢的走着 一边走 一边记录着水位的上涨情况 这工作人员呢 还在那嘀咕呢 今天的水位 长得有点厉害呀 这时候 远处的水面上 飘着一块黑色的物体 工作人员赶紧走到跟前 定睛这么一看 原来是一句已经腐烂的男尸 死者姓邓 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前一段时间呢 有人来派出所报过案 报案人是他的哥哥和他的妻子白某 这邓某啊 跟哥哥合伙经营一家店铺 平时邓某呢 都会早早的到店铺里边工作去 自从一天下午 邓某从店铺离开 可就再也没回去过 哥哥多次给邓某打电话 他也不接 就去弟弟家呀 打听消息 白某呢 正好在家呢 弟妹啊 那什么 我弟弟去哪了 怎么联系不上他呀 啊 怎么会呢 面对哥哥的提问 白某呢 也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白某说呀 邓某也没联系我 我也很担心 俩人商量之后 决定报警 警方开始大力搜证 想要找到邓某失踪的线索 警方发现在邓某失踪的第二天 邓某的银行卡上 被人取走了几千块钱 警方就开始回看当天的监控视频 发现呢 是一个女人 戴着黑色的口罩和白色的帽子 取走了这笔钱 这个人是谁 他怎么会有邓某的银行卡呢 警方很快把嫌疑锁定在妻子白某身上 经过证实 这个人呢 就是白某 面对警方的提问 白某显得很平静 啊 钱是我取的 我取钱 只是为了交房租啊 哎 人家白某的理由 听起来是合情合理啊 这几天呢 警方也在秘密关注白某的动向 他没有工作 除了每天接孩子上下学之外 就是在家里做做家务 没有丝毫的异常情况 这就让警方渐渐的打消了对白某的怀疑 但是警方心里啊 一直还有两个疑问 第一个 取钱时你要是正儿八经交房租 你大大方方去不完了吗 你又戴帽子又戴口罩的 你干什么呀 啊 再者 为什么交房租的时间如此的恰到好处呢 当警方啊 再次观看监控的时候 这时候发现白某取款时身边还站着一位男性 从时间上来说 此时邓某已经失踪了 那么除了邓某之外 还可能是什么男人来赔白某取钱呢 这个男人的身份就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既然锁定你了 要想查出来你是谁 那再容易不过了 经过调查 这个男的姓贾 当警方问询到白某的时候 白某就说了 哦 贾某啊 他是我远房表哥 邓某的哥哥呢 也证实 说这贾某啊 确实是白某的亲戚 曾经在家里见过贾某好几回 是 白某的谎言 把邓某骗了 把邓某的哥哥也骗了 但是你骗不了警察呀 这个谎言很快就被警方拆穿了 因为贾某比白某小了整整十岁 怎么会是白某的表哥呢 事实上 贾某和白某啊 小时候就认识了 可以算是青梅竹马 但是因为一些变故 白某跟着家人呢 就搬离了老家 也就和贾某断了联系 前一段时间呢 俩人偶然之下吧 又遇上了 刚一开始啊 他们就经常聚在一块 回忆过去一同年呗 聊着聊着 哎 小时候那一丢丢的感情啊 又聊出来了 白某为了多点时间 与贾某相处 就堂而皇之的 把他带回家了 欺骗自己的老公邓某说呀 这是我表哥 来城里工作 还没租到房呢 在咱们家呀 暂住一阵 邓某一看 既然是妻子表哥 那答应呗 天真善良的邓某啊 到死也没想到 妻子竟然对他不忠 并且胆子大到 把情夫领回家去住去了 在白某家里借住的日子 贾某和白某呢 确实能时时刻刻的待在一块 只不过呀 你要想办点什么事啊 免不了躲躲藏藏的 要避开邓某 避开孩子们 尤其让贾某受不了的是什么呢 白某人是邓某的妻子啊 作为妻子 跟这丈夫偶尔亲热亲热 那很正常啊 这让贾某心里边难受 于是他就走到了忍耐的边缘了 一天中午啊 客厅里边只有白某和贾某两个人 贾某啊 眼看家里好不容易没人在 看着白某啊 这心里边是燃烧起熊熊烈火呀 他让白某坐在自己旁边 伸出手来就抚摸白某的脸颊 然后顺着白某的脖子 那手可就慢慢往下探了过去了 一颗一颗的解开了白某衬衣上的扣子 白某这时候握住了贾某的手 制止了他的动作 这样不好吧 贾某这时候顾不上了 管你这个呢 糠仓一口可就吻上去了 这样顺势就把白某扑倒在沙发上了 正当俩人情深意浓的时候 大门嘶咬一声开了 邓某从外边回来了 邓某回家之前 开门之前 怎么也没想到 会看到这么一幕啊 你们 你们在干什么呢 邓某啊 当时已经气急了 你你你你听我解释啊 白某慌慌张张的坐起来 整理着衣服 邓某气的呀 啪的一声 顺手拿起门口的花瓶 就摔在了地上 打断了 想要跟他解释的白某 转身摔门就出去了 在邓某走后的很长时间里 屋子里边极其的安静啊 是贾某率先打破沉没了 贾某跟白某说 我们私奔吧 没想到白某立马就拒绝了 我不能跟你走 为什么呀 白某放不下两个孩子呀 现在都被他发现了 你还能在这待下去吗 白某听到这么一说 嘴唇啊 在那微微的颤动着 默默的低下了头 到了傍晚 醉醺醺的邓某回来了 他看也没看 站在门口的白某 白某伸出手 想搀扶他 被邓某给甩掉了 狗男女 邓某呢 一边甩了他的手 一边还骂了这么一句 晃晃悠悠进了屋 倒在了床上 不一会儿 可就打起憨来了 这时候啊 贾某从屋里走出来 看着白某的背影就说 你要是不跟我走 我就把他杀了 这样你就不用害怕了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白某呢 没说话 在原地立了一会儿 直接走向大门走出去了 在门外 把门还给反锁了 这 这是用行为表达支持啊 啊 贾某看白某 也没阻拦 就开始行动了 在屋子里啊 快速的搜索着 发现鞋柜上 有一把作为摆件的精致匕首 得嘞 就是他了 贾某看着还算锋利的刀刃 紧接着 拿起匕首 捏手捏脚 走进邓某的卧室 得亏邓某还在那睡得香着呢 贾某长舒了一口气 等走到邓某身边 贾某心里边想的 都是以后跟白某的快乐日子 毫不犹豫的 用匕首朝着邓某的身子 就刺了下去 前前后后一共 刺了二十多刀 就这样 邓某在熟睡之中 被妻子的情夫 残忍的杀害了 确认邓某死后 贾某与白某 在凌晨的时候 用麻袋和塑料桶 装着邓某的尸体 来到了河边 投尸在了河里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投尸的位置啊 位于河水上游 所以邓某的尸体 会随着水流 一直往下流流到水库 直到被人发现 最终贾某和白某 因为蓄意谋杀 分别被法院判处死刑 咱们新专辑上线 麻烦大家 多多订阅 多多转发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